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上禮拜為大家介紹這個火龍加黑甲龍 那我們現在已經繁殖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會不會中這個仙女龍 按下去,來 看一下看一下,一刀未檢 這是什麼 看一下 這個就是仙女龍,我們中獎啦 Yeah 好的,那這禮拜呢,進入神聖新年三部曲的第三章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挑戰龍王 到底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來 還是一樣是貝頭 那你貝頭四回合以後呢 那就可以得到這隻玉兔龍 我們看一下玉兔龍長什麼樣子 虛空流水跟植物 但這個我已經放棄很久了 我的目標只是看能不能多拿幾張票券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玉兔龍與我無緣 好 那我們這個每天登入的活動呢 今天剛好我已經集滿了 我們來看一下,來 今天集滿了,就可以得到這隻 惡狼神龍啦 惡狼神龍啦 惡狼神龍 惡狼神龍 好的,那本週還有一個限時賽事 就是端午慶典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呢,其實就是以前的這個魔龍狂喜 那至於怎麼玩呢 你可以參考我以前的影片 都有介紹 這邊不再重複 那這個是有分組的 那我這一次分到這個地獄組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要拿第一名 得到這隻短午龍呢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呢,這次這個活動的重點 不是在於這一隻短午龍 重點是在於這個票券 如果你完成了130分 你總共就可以得到60張票券 60張票券呢 對於這禮拜的長蛾龍拼圖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呢,盡量以130分為目標 好的,那最後為大家介紹 這禮拜活動長蛾龍的屬性 第一個屬性是神聖 第二個屬性是暗影 第三個屬性是能量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中獎 掰掰